这绝对是张少涵脸最黑的一次 2013年张少涵在参加综艺《全能新战》时 被评委金武林当众羞辱使花瓶一个 只有外貌没有唱功 甚至直言不想再看见她的脸 今天的感觉她就是人格分离的 可能是她太漂亮了吧 我的注意力被影响都很厉害 我不想看她听 一番话把张少涵气得当场表情失控 可金武林是评委 自己并不能多说什么 然而这已经不是金武林第一次故意针对张少涵了 在其中一期节目 导演要求歌手们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兴趣元素 张少涵专程请来专业的戏曲老师来指导 同时选择了一首难度较大的《北京一夜》 她将流行音乐与兴趣结合 又大胆采用男女混唱的方法 给了观众们一个惊喜 台下掌声不断 可明明是一首惊艳的改编歌曲 评委金武林的评价却充满了意 一开口就把张少涵的表演贬得一文不值 张少涵今天的这首歌 同时金武林还不忘夸赞孙楠的作品 是这期主题的标杆 可她似乎忘了 孙楠的编曲也是流行音乐 加入了戏曲和张少涵的改编大同小应 因此几位评委试图帮张少涵伸冤 可金武林却强硬地打断几人说话 转身问观众喜不喜欢张少涵唱歌 观众们明明回答的是喜欢唱歌 却被金武林硬说成是喜欢颜值 这番歪曲事实的操作 着实让人看傻了眼 随后金武林又开始各种暗示 大家不要因为张少涵长得漂亮 就去给她投票 金武林话里话外都在给人一种 你要是把票投给张少涵 就是以貌取人的感觉 而金武林为什么会如此针对张少涵 那是因为她要让她的好朋友孙楠晋级 这下就连竞争对手吴克群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挑明了金武林的想法 她对这番话得到了现场观众的喝彩 可金武林依旧是满脸不屑 嫌弃之情溢出屏幕 难怪她会在后续的比赛给吴克群打零分 估计这个时候就已经进行上吴克群了吧 而面对这样没有道理的诋毁 张少涵也彻底坐不住了 直接硬刚金武林 金武林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张少涵乘胜追击 直接挑明了金武林的拼心行为 孙楠大哥在表演 他刚开始是用流行的加入一些金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你说这个叫做突破 那为什么反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你看不到这个流行跟金剧的结合的突破呢 或许是见自己的私心被戳穿 金武林直接搬出评委的权利 企图压住周围的质疑 让我坐在这儿 我就要说我自己想说的话 这是肯定的 既然身为评委 那就是要做到公平公正 而像金武林这种 因存有私心而对别人恶语相加的人 根本就不适合当评委 这是我见过全网最没素质的评委 为了让自己的应援晋级 不惜颠倒黑白 接连给其他选手打零分 在综艺全能星战最后的总决赛中 要从胡彦斌 陶哲 孙楠 吴克群四位中 学出一位获胜者 因为金武林为了确保和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孙楠 夺得冠军 不顾脸面和公平性 直接给威胁最大的陶哲打了零分 顿时全场一片激进 面对如此不合理的打分 就连主持人也不解的问道 这是何种意义 而金武林却满脸不屑地坐在评委席 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要不要解释一下零票是出自何用意 我就觉得给两个人投票就够了 在第二场比赛中 金武林也丝毫没有手软 这一次给吴克群打了零分 吴克群只能无奈地为自己鼓掌 这难道是在报复吴克群之前回对自己的事吗 而第三场比赛 吴克群的演唱得到全场就好 连原唱龚琳娜都忍不住大家赞扬 金武林却坚持和大家唱反调 接二连三的零分 把对孙男有威胁的陶哲和吴克群统统淘汰 只剩下孙男和当时还是乐坛新人的胡彦斌 这下金武林感觉孙男一定可以夺冠 便彻底暴露出自己的目的 只言这次就是来帮助孙男夺冠的 甚至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丝毫不掩饰这种无良行为 金武林如此不尊重台上歌手的行为 彻底惹了众怒 甚至遭到现场所有歌迷们的抵制 孙男这才出面打原场 替金武林道歉 但此时观众已经不买账 甚至怒喊让本人道歉 面对金武林这番毁人员的操作 孙男也很后悔和他一起上节目吧 而这档节目原本要筹备第二季 可由于金武林接二连三的操操作 让节目的口碑一落千丈 第二季也就没了音信